感谢红尘冤情的一件啤酒,冒号七世的一件啤酒非常感谢 还有以下粉丝赞赏非常感谢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地图 这个地图叫晋级赛一块地 上次我给大家玩过那个淘汰赛一块地 就是输了就淘汰对吧 这个赢了就晋级 反正这个地图可以直接跳过第一关 直接进入第二关,第三关对吧 只要你打得快,你赢了你马上就可以进入第二关了 然后我们直接先占了这个卫星天亮了 你看到没有,我旁边有一个陈猫猫跟我抢地盘 我抢赢了以后呢,我就可以直接进入到那个前面 你看到没有,前面有两个超级武器 最中间还有两个核弹了 这个地图的作者说呢 只要你把邻居带走了以后 你就会到中间去抢那个抢那个超级武器对吧 那个超级武器的有四个前面有个铁幕跟那个超级片 然后我们先把外面的油田站了 这个外面有很多油田,你看到没有 直接出狗,先出狗,守住这个油田 你看陈猫猫,陈猫猫没有出狗来抢这个油田对吧 他直接地堡延伸到我家里来 我们直接在家里甩两个地堡啊 你们看卫星就看得到,总共有八个人啊 每个角落里两个人抢地盘对吧 然后呢,我先不着急打这个藏牢 我直接照两三个漏人过来对吧 照两三个漏人过来,直接先把这个油田跟这个铁幕给它占了 先占铁幕啊,超时空呢不着急占了 但是这个时候你们注意看,哎呀我这个兵为什么往后面走 漏人也往后面走 这感觉刚才是谁控制的,你们可以直接把这个视频倒过去看吧 然后那个陈黄色说,完了 刚才我这个坦克不知道被谁控制了对吧 有可能是这个陈猫猫 这个陈猫猫有可能是个作弊 然后我们直接冲进来,哎,冲进来打他 然后再把他的飞机场打掉 他马上就守不住了啊 哎,在这里摆个天长 然后他现在你看,重工都没出来 他的重工估计没地方摆 还是,哦,他的牛车,他的牛车没踩光 油车没踩光呢,导致自己没钱造重工了对吧 然后你看,你们注意看 我这个坦克为什么打我的技 这谁 这我打一个问号对吧 你们这谁过分的呀 打不赢你就控制我的坦克自己打自己 这个呢明显就是个超级高手对吧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你是不是作弊了 陈猫猫 你这为什么控制坦克打我自己呢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直接冲过去 打的后面呢,我也不知道是谁啊 但是我感觉应该是这个陈猫猫 然后他打字了,他说不是我呀 不是你是谁 都在凉凉抢地盘 别人也不会来整我对吧 然后我们直接冲进来 冲进来先把这个陈猫猫打掉他的坦克 然后再压死他的漏人 这样陈猫猫就守不住了 你看,他的牛车交不了框 没钱 然后他就守不住了,直接卖掉 这样他就没了 但是我没基地的呀 我没基地了,这下怎么玩 万一别人在水里面出个船场 那我不是打不死他了 我虽然有个铁幕 但是铁幕没什么用 我可以占这个超级高 也可以到中间去占那个闪电和核弹 我的闪电风波还有一个核弹啊 在中间,在那个第三关对吧 但是我占了占领那个东西也没用 因为我没有基地补不了电场 你看我的电非常吃紧 我如果再占一两个超级武器 我怕我没有电了 然后我们广快出几个漏人 再造几个防空车 准备到这边来偷一下紫色 看看能不能找紫色接个基地 然后这个陈猫猫打直的 他说黄色是外挂 他说人家是外挂 我看一下黄色,黄色是韩国对吧 也没看出来他是外挂呀 他为什么说黄色呢 而且黄色一开局在跟旁边的人打 他也不会把镜头切到我家来 控制下我自己打自己对吧 我感觉应该是那个陈猫猫 但是我也没有证据对吧 我只是凭感觉 感觉是他 他无缘无故说小黄开外挂 一般呢 做贼的就喊做贼的对吧 贼喊做贼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 冲过来我们的铁幕好了 铁幕好了 铁幕好了 他直接给这个坦克掏上铁幕 掏上铁幕呢 直接往里面冲 往里面冲 他用坦克堵住路 堵住路也没有用 我这个坦克是黑坦克 然后把他坦克吃掉 在防空车直接穿进去放漏人 偷他的基地 把他基地摸过来 摸走的基地呢 我们就可以补殿场了 补了殿场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到中间 佔四个超级武器了 这个就是晋级一块地 你看到没有 只要你先把邻居打完 你就可以到这边来 干预一下他们 把他们全部带走 先把左右邻居带走啊 带走了以后呢 我们所有的坦克 全部停在中间 把中间这两个超级武器给他占了 对吧 一个闪电风暴一个核弹 然后在这里出个兵营了 这个地图呢 有个属性啊 就是这个超级武器呢 它是无敌的 打是打不爆的啊 只能呢 用工程师占领 然后我们看看下面啊 下面呢 还有下面本能四家啊 然后下面只剩下两家了 对吧 那个红色跟黄色打赢了 现在他们两个人在办决赛啊 在办决赛 但是我这边已经进入了决赛啊 进入了决赛 你们还没有进入决赛 我就直接冲下来 打这个超级武器 刚才打了一下呢 感觉这个超级武器打不爆啊 打不爆了就不倒了 然后占个核弹补殿场 直接冲过来 先把小黄带走 刚才那个陈猫猫说小黄作弊 我看小黄应该是不太像作弊的啊 我们直接冲过来 我估计刚才就是那个陈猫猫 他自己守不住 控制我的坦克 打死我的基地 然后他就投降 投降了以后呢 他就说哎 不是我开外挂对吧 是小黄开外挂 但是呢我也没什么证据 我只是凭感觉 感觉应该他就是个超级高手 那个城隍猫 过分了对吧 一般 一说人家是外挂的 越有可能就是自己啊 然后我们直接打掉他这个飞机场 这个小黄呢基本上守不住了 就剩两个船厂对吧 但是这边小黄直接在我家里 投力摸闪命完了 基地保不住了 只能给基地套个铁木 哎 先套个铁木了 然后广快把坦克拍回来 我这个坦克在外面 这个跑回去有一段路啊 不知道能不能跑回来啊 广快跑回来保护一下基地 然后他一直打我基地出个地毛 先把基地修成满血再拖动啊 刚才只剩下一滴血不能拖动 拖动的话呢就跑不跑不动了 修成满血等铁木消失了 我再拖动然后坦克回来 这样就保护了基地啊 现在我如果没有基地的也不怕 因为我有四个超级武器 我有闪电加核弹 就算他把我基地打掉也没用啊 我们等一下可以用闪电加核弹 一起炸他的船厂 两个超级武器可以把他船厂炸爆啊 然后这个小黄你看 小黄一看我就一个基地对吧 他三星的飞行民直接来换 想换掉我的基地车 换掉我的基地车 我广快出个船厂啊 基地爆之前广快造个船厂出来 然后出一个爱国者 出个爱国者防空车过来 你就打不爆我的基地了 这边呢小黄把那个红色带走了 我广快在这里出个船厂 你们看卫星就看得到 这个小黄的来了很多海军啊 走那个下面拐上来对吧 但是拐上来没有用 我有基地对吧 而且我有四个超级武器 然后我们直接冲过来 把这个粉色先给他带走 带走的粉色就是个小黄 然后小黄打字了 他说这个地图太大了 我跑半天 你跑半天你没基地的 就有两个船厂也没用的 我们直接先出一个重工 对吧 出个重工 等一下万一没的船厂 还可以造一万个直升飞机 然后我们的坦克保护这个重工啊 他就算有船厂跟我熬阴也没用 我有盟军的重工 可以造一万个直升飞机 对吧 而且我还有铁木 有核弹加闪电 然后他想打我的基地 哎我就给你打给你打包 对吧给你打包又能怎么样 你跟我熬阴熬不住的呀 我有船厂啊 然后我们这个两个超级武器好了 他这里两个船厂我打不到对吧 打不到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先保护这个船厂 我要让他打掉我的船厂 然后他直接飞行兵打 我给铁木套上对吧 多招几个驱逐舰 然后闪电加核弹 直接炸掉这个船厂 他那个船厂放到那个位置来 感觉我的牛车 我这个苏军的牛车有可能也打得到我 然后炸掉他一个船厂对吧 闪电风暴加核弹 炸掉一个船厂 还有一个船厂 我直接超时空过来 把我的海军超时空过来 然后再打掉这个船厂 他就没了 我这个开局主要没基地了 导致我苏军变成盟军了 这样他就没了